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厚一下 厚給你們看 你不要看那個人厚過來 怎麼說 不可憐 現在很多政治人員 現在人家的創機 攝影機 白頭上去就開始了 開始哭了 這哭是很大的貼在裡面 所以政治人員要哭 來 看一下 蔣經國 宋主義 吳伯雄 陳女安 馬英九 吳丁義 師民德 陳智慧 周全 曲美鳳 他說 這些人都沒哭過 我哭過一位 我看過一位人在哭成性格 這叫做以前的民進黨 曾經主秀 師民德 他哭得很優雅 他現在站起來 向全國人民道歉 現在哭在哭地 哇 實在 他都放這張 一扇起來這樣 慢慢耗 把手把它刺起來 這很多 如常看在哭地就說 唉唷 我們可憐的主秀 怎麼哭得這麼嚴重 還有一種人 叫馬英九 馬英九這帥哥 這帥哥 如果哭到這裡 流星也會抓空 所以政治人員哭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哭就比較奇怪了 譬如 我在看這裡 有的人哭 他哭有厲害的 譬如宋楚瑜 宋楚瑜第一道哭的時候 夭壽啊 那間的中常會裡面 如果不是他哭 我跟你說 李政輝今天不可能 做什麼總統 因為他那時候 他特別說 他說 國家不可一日 無主席 所以他這樣 也像這樣 哭下去這樣 所有那間中常會都點他 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 都說得很快 讓李政輝來做主席 所以政治人物的哭 很重要 第一哭要哭到時機 哭不是隨便人可以哭 你有沒有看過 演員訓練班在哭 訓練班要哭 譬如說周仁華 周仁華周仁華 他要哭的時候 電信的 咬的這樣 眼睛就在那個眼睛裡面 淋這樣 這種是天生的 有一個鴨漆 我抱歉說什麼 做小孩 這個蒸水靈頭 都開開 就流出來 馬上說好就好 有的演員 如果沒辦法哭 就要怎麼說 這樣轉下去 乎乎乎 這樣 所以這演員 要哭也不簡單 但是我們的政治也不簡單 不知道是這麼厲害 怎麼說 你要讓我送廚 見哭見到 你看他最近一間 除了靠李政輝去那道 這道還要靠下去而已 李政輝說 政治局的權力核心的時候 他如果有靠 這時候有靠不靠 很重要 怎麼說 有靠 表示你對我 這個政權 還有一個戰戀 還有一個說 哎呀 我留念 就是說 過去你的財皮 所以今天 雖然主席 你不在電話 但是我照相 我也是這樣 寒淚的離開 喔 這樣後來他就又爬起來 你像馬英九 現在要走 說為何而戰 都做一種 腳趁 屁股拍一拍 都做一走這樣 我說沒有了 會這樣沒有了 所以人家連戰就說 人各有志 你要走你走 你到底在哪裡 所以政治人物要離開了之前 記得一句話 應該要靠 所以這個哭 他變成一個藝術 尤其是 我們現在媒體很多 因為媒體非常多 變成 每個政治人物 我聽人家看在立法院 的時候 立法委員在出聲 現在要靠 請看 我老頂的 你在那邊記 你有在跟他協助嗎 有 有在跟他協助 就開始哭下去 現在哭下去 就再看一看 就是說 都有在跟他協助 所以這個哭 哭下去 所以這個政治人物的眼淚 我是很懷疑 到底是不是惡意的眼淚 所以今天聽到 這個 我們一個人有名的 心理醫生 我們的王浩威醫師 來到我們現場 另外 還有兩個政治人物 一個叫做洪志昌 他也是很愛哭 不過他在哭 人家開始老 覺得很大的地方 他怎麼會哭到 買一買好 但是為什麼會哭到這樣 這個人是不是 因為他的性格很浪漫 我會來問他看看 另外還有一個 李慶華 李慶華 李慶華怎麼哭過 李慶華以前 他爸爸要叫他帥帥的時候 他這樣寫著說 他要擁抱群眾 居然是那麼痛苦 這個時候 馬上就淋出來了 所以 每一個政治人物 有精靠有技靠 什麼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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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帶他們來看 給大家看 看一看 什麼這種的政治人物 是真的在高 什麼是虛情假意 回來休息一下馬上坐回來 回來休息一下馬上坐回來 自我壓抑 長期壓抑習慣 來 我們今天來跟 三位不要說一臉笑的樣子 我們要跟著彈哭 所以一虎要哭出來的樣子 那我們先請教我們 洪偉也是兼醫師嘛 這個 我們在什麼狀況下 人類什麼狀況下 是比較會哭的 有哪些狀況是會哭的 我想哭是人類的本能 同時也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情緒的反應 所以我想一般說來 大概你在一種挫折 失望 無助 或者是自己不曉得 如何處理的一種情境之下 他可能會以哭 來作為他的情緒的 一個表達的方式 那憤怒會不會哭 憤怒當然 憤怒的時候也是會哭 但是我想可能每一種哭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經驗 每一種哭 你可以從他的外表上面去看 判斷的出來說 他這個哭 是一種憂傷的哭 是一種憤怒的哭 是一種挫折的哭 是一種挫折的哭 是一種無助的哭 應該是可以 平常是可以這樣來 分辨的出來 是用他的這種 各種哭法的表情動作 這樣子來配合 不過有些 不一定啦 有些演員人家 覺得這邊裝的水龍頭一樣 打開就有了 說哭就哭 所以說這個也可以訓練 因為他們演員 他們自己會講說 我就想到我童年 一個最傷心的事情 我馬上就哭 要哭的時候 我就想一個東西 有些就會自己會這樣講 那有辦法是這樣設計嗎 可以訓練 可以訓練 像老鼠是什麼 被刺激了 胃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就是一種被制約 就是說當某一個情境 一出現的時候 或是說你想到某一個情境的時候 你就能夠自然的一個反射 那所以你就會 像譬如說 最相同的 剛剛像王一所說的就是 當某一個情境 他一想到一個悲傷的情境的時候 他就會掉眼淚 可是他已經這樣訓練了 兩個連在一起了 這個事情出現 跟掉眼淚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說 變成是一個被制約的行為 而不是一個正常的情緒反應 是這樣嗎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歷史上 好像有很多不是為了這個悲傷 然後為了有點演戲需要才哭的 是不是 我們這個李維妍你學歷史的 應該有很多這種例子吧 余副兄你看我是直接發言 還是我先哭一場再講 因為我今天是有準備打算大哭一場 你可以用引氣的方式慢慢的 這個屬歷史人物的哭家 最有名的就是春秋時代的申包序 他的國家楚國 被吳子虛帶著吳國的兵打進來 那麼他就去向秦朝請救兵 秦朝不肯啊 為什麼要幫你楚國去抵抗外母呢 申包序就在這個秦國的宮廷上 號稱哭了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 等一下等一下 有沒有可能哭七天七夜 有沒有可能 沒有 看他哭的定義 如果說一定要有眼淚的話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要不要一直喝水 這個哭真的是不一定 有人他就一直哭 有的人他哭一半 還斜眼看人家 還有人在看 不一定 沒有觀眾就對了 沒有觀眾 不過陳包序是看了七天 哭了七天七夜 秦朝就派兵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哭家 另外還有的 我們講說這個孔明灰淚斬馬樹 愛將犯了錯 要斬哭 好 比如還有留下記錄說他自己哭的 好 比如這個我們講杜甫啊 詩人 他說這個 趕食花見淚 恨別鳥驚心淚 眼淚 再比如說我們近代史看到的 林爵明革命先烈 要跟著孫中山搞革命了 給太太寫 與妻決別書 中間有 說我給你寫這個信的時候 眼淚與筆墨俱下 那我們再看歷史上還有什麼人呢 比如有更悲壮的 鄭成功先生 鄭成功 到了這個窮途末路了 英雄末路啊 親愛的女人 也要決別了 哭 再比如說 假哭的也很多 假哭的 褲甲第一名 就是王莽先生 王莽 把漢朝串掉了 搞了新朝 他天天哭 凡是在朝的 比他櫃子高的 他都去哭 哭哭哭哭哭 他就變成皇帝了 那再比如說 你說到王莽 我給你插一個 王莽那個時候不是 有很悲憤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人家歷史上就寫說 王莽非常的悲憤 但是呢 他還喝酒吃這個鮑魚 這個鮑魚是不是五萬四 就不太清楚了 歷史有這個記載 這種敏感的話題 我都是稍微的考慮 你可以哭一下再講 那麼 這都是自己哭的 那更了不起的 是自己不哭 老百姓為他哭的 我們必須要嚴肅一點了 明朝的清官海瑞 他為老百姓請命啊 罵皇帝 說你這個皇帝昏庸啊 老百姓都沒有飯吃啊 皇帝說啊 錦衣衛把他抓來 旁邊的人跟皇帝說 你抓他沒有用啊 海瑞寫信來罵你這個皇帝的時候 是 他自己買了一個棺材啊 通常在客廳啊 他才寫信給你罵你啊 是 最後海瑞死掉的時候 他在南京日常死掉的時候 極里長的老百姓給他送行 海瑞沒有哭 因為他已經翹辮子了 老百姓極里長的為他哭 那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哭家吧 不是這是很有名的 不過我們講到這個孟江你哭倒 這個長城有沒有可能啊 洪醫師你覺得把長城哭掉有沒有可能 我想孟江你哭倒萬里長城 應該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預言的故事啦 當然這一方面是引述秦朝 一方面是引述說 那麼多的男人為了一個萬里長城 而被遷徙到那地方當苦工 然後這些女人的無助 所以孟江你哭倒萬里長城 我覺得那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預言的故事 我想眼淚能夠把一個長城哭下來 這個現在是可能的 要請美國那個魔術師啊 他可以把萬里長城哭倒我相信 他會穿過去 某一個程度他也可以說是 民怨可以亡國 什麼可以這麼說 不過我們從文化的層面上看 好像是我們男人是被教育成熟 我們不可以哭 對就是說在很多民主的文化 都是類似這樣 藍兒有淚不清談 然後說像猶太人也好 像愛爾蘭人也好 像漢人的文化也都是這樣子 幾乎都有淚不清談 就是男的不能哭 對 哭了就不算難 哭了就不算難 所以就是事實上 剛剛李委員在講的一些 第一個第一批這些像 像項羽等等這種哭話 大部分都是 幾乎都是他不 已經人生整個要完全改變 就像鄭成功他必須放棄儒家 那或者是說像項羽他已經 他覺得不無法挽回了 那這個變成說整個局勢已去 或是真哭就對了 這個是真哭 因為這是真哭 這變成說他已經人生 已經重新以後就完全不一樣 那有沒有人說是真的是 就淚陷沒辦法哭出來的有沒有 是有 因為真的是我們的文化裡面 就是這樣壓抑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就會 其實我們自己臨床上就會 發生這樣一個問題 比方家庭起結婚就是說 你這個小孩子不孝順 為什麼都不哭 那他事實上那個小孩子就會 慢慢去了解這個兒子 為什麼爸爸媽媽去世的時候 他不哭 那他自己說他其實很悲傷 可是他很想哭 可是哭不出來 哭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 那是一個心理的壓抑就是 對 長期可能他個性 可以看出來這個人個性 長期就是一個壓抑的個性 不過這個李委員 好像我們的文化上 有到後來就是已經變成 這個哭好像變成有一定的形式 比如說有人家死了 他叫一個笑女白群 然後去那邊屋子枯木 就變成很繁複了 甚至比如說經劇裡面 國劇裡面都會有那種 比如說眼面而哭就要怎麼比 然後女性就要怎麼哭 就變成會有一個繁複的 那個儒家的文化 是不是在裡面 是不是這樣 我們大概中國人 快成為世界上最好哭的民族了 那麼所以人家說台灣水災多 賀薄颱風 都是這個眼淚累積成的 越哭我們台灣成水鄉折國了 那麼你剛剛講到這個笑女白群 這個她就是職業性的 就是這個有爸爸媽媽過世了 小孩子自己不哭 找笑女白群來哭 那個真的很悲傷的 你在聽的時候那個 啊不 你就放在旁邊你也哭出來 對對對 那麼我們立法政治人物 立法委員也有這種人 就是看到有喪事 她就跪下去進去 哇就哭一場 哭一場就走了 那雖然她不知道哭的人 叫什麼就是對象什麼名字 但是那個選票通通進來 這種是這個情況 那麼至於說男女之別 確實是這樣 我們歷史上是教我們男孩不要太哭 就是只因為到傷心時 那麼但是實際上呢 也男人也多哭 我們除了歷史人物講近代人物 毛澤東也哭 你看一代蕭熊 他自己寫實想到他以前死掉的太太楊開慧 淚飛頓作親朋語 那中共的第一號號哭鬼 中共的第一號哭家周恩來 他常常哭 他這個要哭 就是隨心所欲的意思 那你不要講我們中國人哭 克林頓也哭嘛最近 他有好朋友掉飛機他也哭 不過但是講起來 世界上的國往今來幾千年 以現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哭得最傑出 那麼這個尤其是男性的哭 男性的哭 當然他有一個還除了說是 可能環境的原因 媒體也有關係 那這個電視機一照他就哭 他的理論就是說哭不要白哭 不要暗夜引氣在家哭 要在電視機面前哭 那小時候生下來的哭 每個人都哭嘛 對 是沒有目的地哭 第一聲就是哭 慢慢長大哭就有目的 他不是怨碳來到這個世間 所以要哭 長大哭喔 一哭以後啊 那該有的就有了 選票通通都進來 是 所以是這樣 不過你說選票這個我想到這個 那個洪偉人以前好像是 很多政治人物像比如說林毅雄的那個 那個方樹敏 那個太太方樹敏 那時候只要一站到台上去就 整個都哭哭哭 要哭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是在 1983年民國72年的時候 我想方樹敏女士的選舉 當時是因為在高雄事件之後 很多的這些政治的受難者 他被逮捕之後 他們的家屬出來參選 而當時台灣的政治的環境上面 又是一個很悲慘的一個台灣史的一部分 所以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當年的方樹敏 在班教 在三年報 在演講的時候 方樹敏一站起來的時候他就哭 哭哭的時候 哭哭的時候 阿民的所有的觀眾 大家都在哭哭 當時那個是有這樣的一種情緒 那是一個自然的一個 所以這個是牽扯到就是 我們這個民族的民族性 是不是就是說 比較同情弱者 就是只要 像我們剛剛講說 女人只要眼淚一哭 大家也都 是不是也有這種同情弱者 其實剛剛李委員也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像方樹敏的哭 他基本上他的確是有委屈 而第二個他是女性 所以女性 我們本來就允許女性哭的 這種刻板印象還是存在 那但是像李委員剛剛提到一些 政治人物就是一照到就哭 其實反而是常常 因為我們就是看他哭了 我們就不好意思責備他 那其實明明這是應該政治責任的時候 他反而就哭大哭一場 本來是尿頓 現在原來還有這個類頓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政治人物怎麼類頓 I plan 2200 於副社區電臺 我們這裡有一位美女哭了 這是貴黨 許美鳳 那這個那時候呢 因為這個男朋友離開他了 所以淚灑我們的記者會 不過我那時候在旁邊 我實在是不曉得要怎麼辦 我發現我們很難去處理這種 哭的這種情緒 不過那時候像這個時候 男人都只好沉默了 對 相對來說這個時候 只好男人都聽他的 對 要站起來 效果很好 站起來 不要哭 來 我們這個政治人物裡面 有很多人很喜歡哭 不過我們的這個 各位最近我們知道的 最近一位哭的是吳伯雄 吳伯雄哭 這是 我有這裡有一張 這是吳伯雄第一次哭 對不起 換這裡 這是吳伯雄第一次哭 這是出生的時候 不過吳伯雄第一次哭 跟第二次哭不一樣 對 怎麼樣不一樣 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吳伯雄第一次哭是在於他 等於是說他本來想要參選 後來沒辦法參選 那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事實上 某個程度上他 就變成是說 他就說奉護命 所以不得不退選 但是這個一哭當中就是 變成有點表態 就是說我順從了 以後再也不敢 就變成說我以後都會很聽話 會聽誰的話 當然聽 權力的父親 權力的父親 就是老李的話 這種哭法就好 那我們這裡有這麼多人哭 他在第二次最近又哭 最近這個哭我們有用了嗎 對 可是事實上再過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已經是乖兒子了 以前是說壞孩子 好像就是聖經裡面讓子回家了 又回到家了 那多哭幾次 效果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李總統就說 好啦你已經認錯了 可以回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你的觀察 吳伯雄先生的哭 就是驚天地氣鬼神 那他當時是說是 只要阿里山在他就要選省長 那後來他不選 可是阿里山還在 只要選酋長 選頭目 所以他就聽說跑到阿里山去哭 那這哭很好 就哭到了總統府秘書長 又哭到了國民黨 中央黨部秘書長 那麼哭得很好 不過很像最近 可能又要哭 年底選舉 國民黨情況不好 所以吳伯雄這個可能 還要繼續哭下去 不過我們政治人物 我是覺得是這樣 哭不是不可以 男人女人都可以哭 就是要有所哭 有所不哭 哭有重於紅毛 有慶祖泰山 那最近我們中華民國的男人 好像這個哭的 這個很像沒有這樣一個 有所哭有所不哭 分際沒有掌握住 那古時候的哭 有哭人民的 我剛剛講過 哭國破家亡的 哭昌生百姓的 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 寶島的哭 多半好像都是權位的改變 失落 嚎啕大哭 這種現象是比較奇特 算是台灣經驗了 我也覺得這樣 我想針對吳伯雄先生 他的第二次哭 我想剛剛王醫師所提到的 第一次也許是相當多 是屬於政治性的內涵 但是我想每一個政治人物 也有他屬於人的另一面 他是一個正常人的另一面 所以吳伯雄先生 他在第二次哭 是在母親節 是在想念他的媽媽的一個 就是在母親節的一個 晚會上面 是他所做的一個池 然後他哭完之後 他說他很希望這個時候 媽媽能夠在身旁 因為他媽媽才剛去世 一個老母才剛去世 所以我倒是從這種 人性的方面來看說 在那種情況之下 吳伯雄先生的眼淚 他是一個 是一個健康的 是一個正常的眼淚 我不覺得他第二次的眼淚 有任何的政治的內涵 不過我們不曉得這個 你們各位在分析這些 當然真正人物 有些是哭真的 有些是哭假的 我們也老實是講 所以兩位也哭過了 有空空場也哭 不過有些在立法院裡面 哭的時候 好像一邊哭一邊 看看有沒有人在拍他是不是 立法院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到上去發言很多同仁 上去你大家注意看 那個電視拍的鏡頭 他走上那個講台的時候 頭會看一下 看什麼 就是二樓那個攝影機在不在 攝影機在講長一點 攝影機不在講短一點 哭也是 哭哭哭 你偶爾看他眼睛會斜視 就看這個攝影機在不在 不在的話短哭一點 在的話大哭一點 眼睛久留都發生斜視的狀態 都很多 不過 所以我們李登輝說 要把台灣建立成亞太營運中心 沒有希望了 波特也講沒有希望 建立亞太眼淚中心 這是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亞太淚水中心 這是有可能的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 在很多這個人物裡面 他當然有一些 哭法上 比如像這樣子 像這個 這是輔助圖 就是蔣經國跟蔣介石先生哭 那麼這個是一個 兒子向父親的一個認罪 這是一個 跟我們整個的父權體系 是有很大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 其實因為我們大概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在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有過叛逆期 那這個叛逆期有可能是一個 很強的意識形態在支持的 但是相對來說 他能不能堅持到最後 還是說他終於會覺得說 隨著他進入到某一個年紀 他覺得他因 就有那種 需要有一些成就的危機的時候 他只好向爸爸靠攏 那這個時候 以前的所有的細嫌 就可以一哭 一哭 化解所有的 以前的一些恩恩厭厭 是 那這時候就代表說 真的剛剛講的那樣 浪子回頭了 所以說整個在 父權體制裡面 只要是有哭了 就可以回到 回到全力的核心了 是這樣子 這個宏偉你也認為這樣嗎 但是 這是 我想王醫師這樣的分析 是在政治的現實裡頭 也是可以理解的 像 剛剛所舉的幾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 當然是 蔣介國先生他在 蘇聯留學的時候 他曾經有多篇的文章 批判他的父親 當時蔣介石先生 多篇的文章批判他 後來他回來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一場哭 因為這是 我們也沒有看 看過這個場面 這是私人的場合 我這是輔助教學的材料 私人場合哭 這不是當眾哭 不過也有當眾哭 我們知道這個 大概三位大概 如果要選這個 中華民國最會哭的 大概就是宋楚瑜 他有好幾次哭嘛 第一次哭的時候 就奠定了這個 李登輝的獎聲 是不是這樣 宋楚瑜先生這個哭 在我們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這個哭的也最值得 可以跟申包序這個 可以說 哭的效果來講差不多好 他這個最大哭的一次 是在1990年 就是國民黨黨內 有政爭的時候 對 那宋楚瑜先生就走走上去 他說你們有很多人 搞一些陰謀 來對付李登輝先生 哇 講他就哭了 那這一哭以後 就是宋楚瑜先生 在我們中華民國政治史上 的地位就奠定 那最近他又哭 好像講到 他參加他父親的基金會 他這個哭比較能諒解 因為他自己講動省廢省 宋楚瑜說他變成這個台灣省 至上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那所以他至上委員主任委員 他一定要哭 哭怎麼當至上委員會 這個哭也是讓人家很感動的 因為宋楚瑜先生 基本上我們必須講 長得比我們都瀟灑一點 哭啊 討不討好 你長相也有關 長得好 都哭哭 長相稍微那個一點 少哭一點 票都嚇跑 他在選省長的時候 在嘉義市 那一場的政見畫表會的時候 他宋先生也哭了 是不是跟一個人的性格有關係 是比如像宋楚瑜先生 他的性格是不是 我覺得 你說他浪漫嗎 我覺得不是怪怪的 其實我在想就真的是 我想真的是 有些時候 大概就是我們很為難 在做分析的時候 因為到底是要強調 他是真哭假哭 因為是真真假也也很難分 但是我會強調 比較強調說效果 因為真的是像 如果說宋審長 第一次哭 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孫寶許 那是真的是類比 但是這一哭 也相對來說是 絕對的效忠的一個哭 那第二次哭 就變成說會省的問題的時候 就好像是兒子被趕出家門了 那就是這一哭是說 我還沒有跟你關聯 我還是你兒子 雖然你現在不認我是兒子 那還留下一個伏筆 這個效果 伏筆的效果 當然這些效果 對他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意識的 他可能沒有那麼刻意 可是就是那種直截性的反應 有些時候 對我們外在來評論的話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 甚至 其實我們自己如果說 在做一些 比較屬於 如果說對一個人入座 一個心理細節的一個解剖 去理解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會列入分析的 像 王醫師剛剛所提到的就是說 談到會審的時候 他在台中的那樣的哭 那表示說他還是 還是沒有跟李登輝切斷的 所以 宋審長在很多次的談話裡頭 他說他對於李先生的效忠 他是持續的 所以就會有前 大概大前天晚上 李登輝先生又召見了他 他們在總統府又 父子又相會了 然後就回到中堂會去了 談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他就再回到中堂會去了 他哭的時候他又講一句話 他說他最欣賞的歷史人物 就是戒之推 戒之推就是把自己的大腿肉割下來 跟禁聞公吃 那宋楚瑜先生 他說他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他說我宋楚瑜是登輝大學畢業 那他說你為李登輝做過什麼 我為他擋子彈 所以他自比戒之推 可是他當20世紀的戒之推 可是他的老闆要把省廢掉 讓他當智商委員會主委 這個哭真的是發於中行於外 很感人 是是是 很感人 很感人 為什麼又笑沒有哭 是當代戒之推 當代戒之推的眼淚 不過我們也知道有一種人 是這個很浪漫型的人 這個是誰 讓我們等一下來談這個人 我們這位浪漫的革命家 這個常常哭 正式的場合也哭 市下的場合我也看他哭 不過他是 他的哭法是比較浪漫式的 對 什麼樣是浪漫式 他比較屬於不像典型的 就是說台灣男人或是這一類的 因為台灣的男人很少這樣哭 那通常這種哭大概都是比較屬於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說 比較那種風流倜傍的 然後就是他有比較 苦夢霞那種型 苦夢霞 有一個窄的 所以就變成說他的一切是很多情 那這個文化就變成很少數的人 真的是在台灣有這種類型 比方說我們看那個李天路的傳記裡面 他描述自己也是這種型的 就是說變成說他是來 他對他來說是這個 就變成說 美人比江山還重要 這種教育觀在台灣是很少見的 不過他哭的時候就很夭牙 就是把他的那個 手腳那樣這樣殺起來 啊 這個文化 他每次都是這樣 不過這個 這個洪委員 你自己心目中比較 哭得比較真情的 你看過幾個政治世界裡面 比較真情的你認為 就是說真的有 是誠心的在哭的那種 有沒有 別人的狀況我想 我們只能夠在旁觀察做分析 那 像師先生的話他是 我想這樣是他的個性 他的個性 我想他也是台灣相當少的 因為他本來他的成長的過程裡頭 有一半的時間是在監獄裡面 所以他的整個社會化過程 跟一般的也會有所不同 他的個性使然 所以我想 像他可以在很公開的場合說 他一身所從事的就是兩件工作 一件是革命 一件是戀愛 是 相同的他也是在 可以有很多的場合裡頭 他就可以很坦然的 把他的情緒 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任何的包裝 他就表達出來 所以事先的哭 我想可能就是 以這樣的方式去看待他 好了 有一些事情就比較殘忍一點 這個周全為什麼那麼愛哭 這個周全 口提也哭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罵我 就開始哭 周全委員愛不愛哭 其實是他的事 不過常常害到我 為什麼害到你 他常常哭 那有記者看到有人看到 以為我欺負他 我就站在旁邊 我就要解釋 nothing to do with me 跟我沒關係 你說跟我沒關係又有關 這麼多年來在立法院 我為了周全 不知道消耗了我多少 口袋的衛生紙 他一哭 我就拿出來 周全就砸去擦 這麼幾年下來 也沒有說買一點還給我 不過周全我很佩服他 就是他那個化妝品 我相信是特別防水 他怎麼哭 都不會糊掉你知道 有的時候各位看 有些女立委哭就比周全差 哭了半天以後 眼睛很像一隻熊貓 白黑的通通出來 所以這個我不論談周全 剛剛談宋省長 談吳秘書長 打個招呼 下了節目別找我算帳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馬英九 馬英九他這個 上一次離開法務部的時候 他有哭 對 但是後來他這次 整個政務委員辭掉了以後 連哭都不哭了 這個人反正高興起來了 很奇怪後來我碰到他 我覺得 我是覺得他這個就變成說 所以他就變成說 同樣是跟李登輝 可能有一個權力上的一個 一個拉開的關係 可是他宋楚瑜就會留伏筆 他這個不哭氣 他就不留伏筆 你說馬英九 馬英九來說 所以事實上我在想就是說 如果說李登輝的權力 要再跟他招手 事實上不太可能 所以等於就是說 像馬英九 因為他走開的時候 他根本不哭 那不哭的話 等於就是說我跟你截略 如果你說還哭一下 我為了黨 那恐怕就還有 所以說可能是哭黨 可能哭給李主席 對 我們也這麼覺得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政黨 應該請王醫師來做顧問 對 每一個政治事件發生之後的 每一個政治人物的 情感的一個表現上面 所意涵的一些政治的意義 我覺得是 王醫師這樣的分析 是相當有趣的 不過以前陳呂安也是這樣子 陳呂安離開的時候 他也沒哭 他也沒哭 又哭 不是 只有在祭拜他 對 離開監察院場的時候 他只要祭拜他父親的時候才哭 離開監察院場的時候 他就很毅然的這種樣子 陳呂安他也不是沒哭過 不過他現在覺得台灣人心都壞掉了 所以跑到尼泊爾去修行 到尼泊爾以後 據我的調查 他沒有哭過 因為這個緩命突然有關 台灣現在是 這個亞太眼淚中心 到這裡就要哭 你今天黨真話 你要做政治人物 做立法委員 什麼條件 一定要會哭 不會哭 你不要去做 搞這個行列 那馬英九的哭比較嚴重 因為小馬哥 你知道他的長相 馬英九一哭的時候 全國婦女同胞都會跟著哭 全部有一半都在哭 所以馬英九要少哭一點 你覺得 像政治人物這樣子長期 已經有這麼多政治人物掉淚 我們常常在電視上也看到 胡波熊也哭 宋楚瑜也哭 施明德也哭 然後這麼多人哭 到最後 好像人民感覺 這些人物到底是真哭還是假哭 到底是這種感覺上 不是很不好嗎 我想不僅僅是這些政治人物 我想很多的候選人 在選舉的時候 尤其接近到選舉的末期 也都會哭 哭票 也都會哭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需要哭嗎 結果他還是哭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 也許是一個 大家很期待說 透過這樣的眼淚 能夠換得到一個同情的選票 每一個候選人 每一個政治人物 有他不同的一個Style 但我個人 我是選了這麼多次 換了幾個地方選舉 我是從來都沒有用過眼淚的 那也許是我的個性的關係 是 但是我想這是每一個人 你的個性為什麼不要用 最後用哭票 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覺得那是跟選舉 跟選民的理性的選擇 是不相關的 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那我個人大概 大概只有一次 是在街頭上哭的 是 就在520 農民運動那天 對 那一次我看到這個 整個這個錄影帶裡面 就拍攝到你在那邊 跟正報警察 我想大概就是面對的 當你看到整群的這些農民 包括學生面對陷阱 正報警察在那個地方 然後作為一個台灣人 跟這塊土地跟人民一起奮鬥 那種一方面是悲傷 一方面也覺得說一種尊嚴的追 對尊嚴的追求 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哭了 我覺得那是 那是一個真情 其他的我覺得選舉的時候哭 那好像跟理性的投票是不相關的 所以這個就講到重點了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人哭 他說我要抱抱 這個是我們這個李委員第一次 要參選的時候 那時候是李煥先是在當行政院長 所以那時候好像禁止你選 所以你那時候覺得說 你要擁抱群眾怎麼那麼辛苦 你那次的哭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有沒有哭 我記不太起來 因為最近年事稍長 記憶就差一點 假設我有哭 那個時候我要選舉 我父親他不讓 我讓他就到處找我談話 我就到處躲避 他就開始發動書信攻勢 叫我退選 後來沒辦法我就退選了 我就寫一篇文章 叫擁抱群眾竟如此痛苦 結果這篇文章也 那麼悲傷的文章 也沒有打動我父親的鐵石心雜貌 我就晚了幾年才擁抱 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他用你的理論來分析 他是他那時候的這個行政院長 他等於是權力的父親 跟真實的父親 他都在壓抑他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相對來說當然就是說 這變成說這個之所以 當然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 不過你講的蠻好 就是父親其實分前立的父親 跟真實的父親 那很不幸就是 那李委員當時 兩個父親是同一個人 所以相對來說 反而是 就變成說你的父親 反而要為了要撇清 所以有一點過度的反應 那就是relation formation這樣 過度反應的這種作 當時其實我到了 最後的時候 他不讓我選我要選嘛 他說負命難為啊這樣 我就想證明 盡量看是不是 到底他是不是我的爸爸 反而人家說不用試著 長得太像 就不用去找證據 反而我就可以選了 就這樣 我覺得 好啦我知道我們每個人 都有這個 令人這個難忘的一次哭 那到底呢 即位呢是 最令你難忘的一次哭 是什麼時候 我們來休息一會 馬上 馬上回來哭 2200一副社區電台 每周情人的眼淚 不是鱷魚 不是鱷魚 鱷魚的眼淚 鱷魚的眼淚為什麼不好 這個歷史上鱷魚的眼淚為什麼不好 鱷魚的眼淚為什麼不好 鱷魚的眼淚啊 鱷魚啊 在動物中間被認為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所以沒有什麼感情的人突然眼淚汪汪 要小心喔 所以 所以要注意這個哭真的是有很大的學問在裡面 不過我們知道好像有一些隔遠如果說是 最近整個那個改了 那麼有些隔遠如果要離開的時候 其實不哭的話會 就以後就進不了官場了是不是這樣 不是那麼絕對的 不過就是說他當然也可以用其他來代替歐哭 我是想到馬上想到林鴻正部長 因為某個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出來他的情緒反應 基本上是很傳統的 因為基本上即使他面對鏡頭 跟他私底下恐怕一樣 我想他有很多心情 可是他的心情都不會表現出來 這是典型的傳統的文化的表現 可是他如果這樣子的話 人家不會認為說像 你又不哭好像對我這個政權一點這個 戰戀都沒有 什麼藝術 所以說事實上就很麻煩 就媒體發達以後 整個的那種政治的互動方式去改變了很多 以前沒有媒體這些問題都不會發生 所以最好是要離開的時候 要在媒體電視機照的時候 趕快哭一下 不是說我是不得已的 我還是想要依戀想要回來 不過李登輝哭不哭 我在想真的當了總統才不用哭 當總統就不用哭嗎 李登輝當總統以前有沒有哭我不知道 也可能有哭 不過當了總統以後啊 他沒有哭 變成老百姓在哭 你講話要小心喔 小心 下一次換你哭我沒有騙你 其實這個哭啊我覺得啊 今天當然是比較輕鬆的談論這些話題 其實哭也是代表性情中人的啊 就是常常有的性情中人的表現 只是哭啊 第一個是要看為何而哭 馬英九不是說為何而戰啊 為何而哭 是為自己的權位的失落 改變而哭 還是為了國家蒼生而哭 第二個哭的頻率不要太多 你少哭一點 大家覺得物以稀為貴嗎 哎呦呦他也哭了 你多哭 好哭鬼 每日一哭 每週一哭 還每月一哭 這樣 那麼你知道現在很多 我們的政務官都不下台 要說國際醫學組織 來調查我們政務官的臉皮構造 有沒有特別 我們這個台灣這個哭成這樣 政務官這些官員 小心人家要調查我們這個眼淚的 這個眼睛的特殊構造 就不好啊 內陷 不過這個李登萬難道都不哭嗎 你不是講結果過世他不哭嗎 我不清楚 因為這是他的內心的世界 我想每一個人有他很 很豐富的內心的世界 表現在外面的 或是媒體電視所呈現出來的 事實上就是他的 整個情感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而要從這樣一個很小的部分 去解釋一個整體的一個人 我相信是有困難 所以就是說 蔣經國去世的時候 李登輝到底哭不哭 這我們不曉得 不曉得 不過到時有聽到一個笑話 怎麼樣 就是聽說 蔣經國先生去世的時候 李登輝真開心 你說阿輝要做總統 送的對不對 沒有哭了對不對 沒有 所以我想這是 就是每一個人他的 他的內心世界 是沒有辦法去理解的 不過這個老實講 在國外也有時候這樣的 副總統 只要聽到這個總統 過世都很高興 不是 是有這樣子嗎 他們說副總統 李元柱有沒有這樣我不知道 副總統早晨起來第一件事 就是問人家說 總統身體也在這 身體還好 第一件事情 這個副總統以前是 真的是像在美國這樣走 就是副總統是第五個輪胎 就是四個輪胎以外的 第五個輪胎就是備胎 等到有沒有其中 有沒有一個輪胎破掉了 不過這樣總結來講 你認為哭在整個政治的藝術裡面 你覺得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 很好的東西吧 不能講說很好 可是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們的政治互動 因為對 像我這樣是小老百姓 然後我大概就只能掩掩地看 那大概隱隱也從這種互動裡面 隱也可以猜到 也許可以猜到一點東西 因為常常媒體是充滿了假象的 那同樣的 他們在媒體面前的姿態 常常也不一定那麼真 所以變成是政治人物跟媒體之間的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互動 所以變成 慢慢後來這種哭 會變成 有點像演言的哭人 你在講話 就是必修課程 必修課程 所以以後都變成必修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老實講 就是說兩位都是政治人物 那我們想要了解說 你自己最難忘的 真正你最難忘的一次的哭 像尼瑋妍 這個記憶力不太好 想不起來 好像有一次我太太說我長得沒有劉德華漂亮 我有哭過 這個 這個不算了 空空長河 這個 其實哭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說 政治人物的哭 有 大庭廣眾的哭 有暗夜隱氣 躲在被子裡哭 有 有真哭有假哭 我相信恐怕這個時代 還是多看看老百姓的哭 老百姓有沒有在流眼淚 為了治安 為了民生問題 有沒有在流眼淚 我想多注意老百姓的眼淚 尤其是現在老百姓 眼淚都沒有 它叫做欲哭而無淚 這樣政治人物自己哭不哭不管 少讓老百姓流一點眼淚 是 功德無量 是吧 老百姓有時候是遊行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政治人物也在哭 結果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哭 這個政治人物說 沒有那個催淚瓦斯放太多了 我以前畫的漫畫 不過我們知道 洪委員有一次真的在澎湖 就很真誠的就這樣 騎拔跟在一起哭出來 對不對 我想在幾次的群眾運動裡頭 我想我必須要提到的就是 像我們都很要好的朋友 包括漁夫你跟他很熟 奈隆 鄭南榮 我想鄭南榮的去世 鄭南榮的追思的活動的裡面 像我曾經哭了 就覺得那是多年的好友 而且他堅持他的理想 雖然很多人也許現在忘掉了奈隆 但事實上 他在台灣的整個民族運動 言論自由台灣獨立的過程裡面 他所投入的 我想我一直是相當的懷念 所以曾經在公開的場合 他在追思上的掉眼淚 另外一次是 是在澎湖 主要是因為高志平醫師 他在他的衛生所裡頭 政府說他是偽造文書 然後不僅僅起訴他 而且也起訴了七個護士 所以在一次的公開場合裡頭 那七個護士上台 來談論他們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非常的無奈 而且覺得非常的混凱 今天你執政黨你要起訴高志盆 他是一個政治工作者 你要破壞他 也許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這些護士 這些在離島的衛生所工作的這些護士 他們為什麼也要遭遇到這樣子 我就談這些事情的時候就哭了 毫無準備 我也不知道說我會這樣哭 因為在公共場合 我是從來沒有在一個台子上面哭的 所以當時在我台邊的陳菊 叫他 叫他他覺得很驚訝 他說今天怎麼哭到這樣 一直的我邊說邊說 我就一直一直掉眼淚 那大概是在澎湖 那也沒有任何的電子媒體 因為那地方沒有任何的電子媒體 但是就是一個公開的場合上面 很多朋友也知道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哭 它應當是一個真情 就是你的情緒的一部分 對 它是你的情緒 而不帶有任何的政治的意涵 而且我也不太懂得 如何去用眼淚來解釋它跟政治的關係 對 不過像我自己有一次是比較 比較這種累傻 當眾累傻的是在離開自立暴棄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很多同志奮鬥了好幾年了 然後自己本身也在那邊做了七八年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被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市議員就這樣收走了 然後心裡面就覺得大家 大家那時候抗爭非常的這個強 那麼到後來就是一群同事 就在那個門口在那邊抗爭的時候 然後走過來的時候看到他們 在那邊抗爭覺得非常的難過 然後那一天晚上就覺得 就嚎啕他哭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以這個 當然那時候也是沒有媒體 我們是微媒體在抗爭 不過每個都市人物如果要微媒體 都站在媒體面前哭 那不是太辛苦了嗎 像我們李委員講的 眼睛都會扣到會很奇怪 不過你這樣長期觀察下來 以後像以後這樣子變成 如果你說哭 有些 我們剛剛兩位談的是真的 如果哭假的 那人民怎麼觀察怎麼辦啊 就是人物以後哭 不管你怎麼哭我就不要管你 反正你在電視上面哭就對了 這實在也是也很麻煩的 也某一個程度上 事實上也是有人在講說 所以我們的政治基本上是 變成是媒體影像的政治 那就是怎麼樣在媒體影像上製造 出奇觀 那這是每一個政治人物 變成說到最後會走上的路 你看現在同樣是質詢 不管是在市議會啊 或者是立法院 你就要帶大字包帶很多東西 因為就變成說 你這個鏡頭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以前靠打架 現在要靠這種花招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影像的 這種奇觀 會取代真正的政治實質 這是比較悲觀的理由 所以就以後老百姓大概以為 電視 以前有這樣說 電視看到才算真的 電視沒有看到就算假的 這很糟糕 不是 真的李偉有這樣的感覺嗎 我覺得 哭這個事情 就一個 為什麼現在會成為一個話題 女人哭是長久的事情 現在成為一個大家注意的話題 所以今天余夫先生來談 有他的道理 就是最近幾年男人哭 特別的流行 這提起大家的注意 這樣好 我基本上覺得 哭是性情的表現 沒什麼錯 我對於哭的態度是二步主義 不是三步 不禁止 不鼓勵 男人哭 不過我覺得哭 他有的時候也是脆弱的表現 動不動當官的就哭啊 如上烤壁這樣哭啊 那也是不成體統 如果說男人的哭 我還能打一個不同的分數的話 我覺得男性在為了正義 為了昌生而哭的時候 那是比較感動的 是 哭的形式 眼角泛著淚水 泛著光亮的淚水 我覺得比浩濤大哭還要動人 是 至於我自己呢 我自己學歷史 歷史上看到很多的事情 你真要哭 眼淚早流光了 人生的起伏 沒什麼好哭 但是同時我也喜歡文學作品 這文學作品 坦白講 去激發了這個淚線的成長 洪委員 洪委員 你自己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那麼 你怎麼樣的 像你這個真正的情緒上 像你碰到這樣子 應該這樣呢 從政的路程裡面 我們不要說那個公開場合 私下的場合 你自己 在什麼場合 你會把你的真情流露出來 我想就是幾個要好的朋友 我想在政治的十幾年的過程裡面 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 這一群朋友在一起討論事情的時候 或者說分享政治的一些經驗 不管是一個痛苦的 失敗的或者是成長的喜悅 我想在那種團體的裡頭 我是覺得 我可以把我的情感 把我的感情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也不是那種 像這個要面對這個 不過這個 我們的網上會 你可以繼續研究 我覺得這個很好 以後出一本叫哭的哲學 好 來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非常謝謝 然後再請你們幫我們 有個影片在這裡 我就簽名 簽名 可以 是嗎 就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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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